这蜜蜜蜜是属于,我想讲,它是属于飞蜜蜜,是我们的天气,是属于下海的蜜蜜 对,蜜蜜蜜 它这个下身的感觉是非常凉爽,很舒服 这样子的蜜蜜蜜就穿了,又在穿,穿了,又在穿,就会一直找牙穿,是因为蜜蜜蜜是非常舒服的 先讲颜色先啊,因为是很多白色 助理身上的是Navy Blue,助理身上穿Navy Blue Chaco Gray,深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打龜 这三个色是谁表示? 深的颜色,然后比较梦幻的颜色,就有我身上这个Judy Ross Judy Ross也是比较少有的,他们叫什么? 他们叫藕粉色,华语,昨天我学会了,我问助理怎样讲 然后这个是Pish Cloud 这个是Pish Color啊,这个是Pish 然后Lavenda Purple,我身上的Judy Ross 白,还有Ten Brown,八个色 这一件上一共有八个色 面料是很舒服,很凉爽的那个Cotton面料 不要轻薄凉爽,可是它不会说薄到透的那一种啊 基本上这个款式是爆款回货 然后基本上我们这样子面料的上衣啊 我们store里面是没有了的 每一次来都是卖清光 也是厂家的秒杀款,ok? 没有啦,因为没有扣啊,穿的时候就从头套 它面料薄,就像刚才就讲,薄并不代表便宜啊 因为薄,然后它的Tick out是很高 它穿上身的感觉就是凉凉冷冷很舒服很滑的就对了 没有很多啊,复杂的那个裁剪 就是袖子是上位是属于蝴蝶袖的裁剪 现在它只要打块很你要的颜色 然后腰这边就是这样子有修腰把这样子的 然后后面是这样子,袖子是属于蝴蝶袖的裁剪 穿的时候就从头套,ok? 装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我身上的是Duty Rose啊,最深的是 像他讲的,深色有三个啊,助理身上的Navy Blue Digree,还有Cucco Gray 我去换Pitch Color给你们看先 这一种啊,如果你上Balia Smart Tension 你就像我这样子上一称西装裤 你要休闲穿,你就像助理这样称牛仔裤 多称搭的到处裂了,ok? 哦,这讲算是有的颜色什么?我不记得 什么色? 算是有过的颜色? 没有 有吗? 白和黑 我这里有收啊,这个 白和黑 有收 baby 不用找,ok? 不用找,太麻烦了 很多新色就对了 我身上穿的这个Pitch Color 这个的数量是有限的,每个色大概是五到八件 尤其是五件,尤其是八件 尤其是五件尤其是八件 尤其是八件,尤其是八件 所以你们要的话尽量直播一下 对啦,ok? 我身上穿的是Pitch Color 八个色里面,这个Pitch是属于比较亮 可是它不是那种荧光的那种亮啊 它是比较soft的那种Pitch Color,ok? 你要显白的话,你不想穿白色 你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Pitch Color,ok? 除了白显白,这个Pitch Color 一样会有那个显白的效应 没有拉链,没有扭扣,穿的时候就是从头套啊 八个色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滞留这个款式 可是我忘记是什么颜色 因为这个款式呢,这一次是第二次 助理自己本身也是有滞留这个款式 对,我是穿了mandy,我很喜欢这个蓝 也是有这个款式就对了 它的长度就刚刚好 不需要大显啊,你穿的时候,你穿牛仔裤啊 你穿那种修裤啊,牛仔裤 你就这样子就好了 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没有修裤完的牛仔裤 我就不穿牛仔裤给你们看 不然等下你又问我 诶,你那个牛仔裤还懂啊,ok?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Pitch Color 然后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像他一样的 这个款式真的是买面料 买它的面料,因为面料真的是太舒服了,ok? 上车就是那种完全没有夜色 是非常舒服,冷冷凉爽的面料来的 这个是 最重要的价钱只是4K 不是MDW11 MDW11是连生群 你是要上衣是吗? 因为我已经没有注意到你的Message 你如果是要Dudy Ross的话 Karody还在线吗? 你是要上衣的话 是STB91 来,另外一个显瘦的颜色 有我身上的Dudwin 一共有8个色的上衣啊 最重要这个价钱只是49 因为你去外面那种MDW11的牌子买啊 你要买的这样子 面料有这么好 对 然后这个啊,我自己本身是丢洗衣机 洗洗了呦 这样子的面料 我有一件穿比较久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知道它可以洗多久 我最少洗了24丢洗衣机打 是没有问题,不会走行啊 不会走行,前提你要放那个laundry bag 要放那个袋 你不要那样子丢下去搅 你放那个袋是很耐搅很耐搅 哎呀,你什么东西放去洗衣机洗都会坏了 那天我才跟助理讲 某某一个friend 他把他那个R牌子的手表啊 放去洗衣机脚啊 也会坏啊,ok R牌子的啊 那个R牌子的手表 放去洗衣机脚都会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 我会输起药啊 我会输起药了 所以不要说 你真的讲真的 如果你要那个衣服上保留 穿奈穿的话 你尽量 那懒惰用手洗 就像助理讲的 你放laundry bag洗 还可以穿得更耐一点 像你直接这样子丢进去洗啊 因为它有一个laundry bag保护着 会比你这样子直接丢会更耐 颜色肯定不会美啊 因为基本上你丢去洗衣机脚 脚一个五次 跟你用手洗 对 你对比 颜色会相差很远 为什么你洗衣机一脚 可能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用手洗呢 你就是过一个肥皂 就是搓一搓拿起来 颜色会相差很远 所以说如果你丢洗衣机洗的衣服 基本上洗超过三次 你就看它颜色会比较暗 没有这么鲜艳 比较鲜艳 对对对对对 来我现在身上穿的是dark green 另外一个显瘦的颜色 如果你上班西装裤 配搭smart 妆艳 还是妆艳 直接配搭一个平常 好来 Judy Rose Judy Rose 这个色是Judy Rose 比较少会有的颜色 其实我身上的Lady Blue 也是很少的 对 会比较少有 所以说上次我自己吃了 虽然是有顾客药 我还是不让 我一印证直接直播完 我就带回家 8个色 这个这样子的材杰 我们之前是有另外一个款式 面料不一样啊 这个的面料应该是第二次对吗 对 第二次啊 用这个面料做这个款式 因为之前我们是有另外一个款 面料不一样 OK 这个是第二次啊 它就是上次的感觉 面料是属于非常舒服 非常凉爽的一个Cotton面料 来 另外一个比较梦幻 比较Ladies的颜色 就我身上这个Lavena Color OK Lavena Purple啊 OK 也要有那个显白的效果 所以那些说不晓得怎么取舍那个颜色 我们待会教你怎么取舍那个颜色 八个色的上衣 也像刚才讲的 这样子的面料 厂家会比较少用 是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高 然后现在卖家只是49 之前我们有个款式 是另外一种那种Cotton面料 这种面料是凉凉冷冷 很soft很滑 很冷的 OK 尤其是你天气热 你穿这样子是非常舒服 在家穿也非常非常舒服 它完全没有那个约束感就对了 OK 我身上穿的是Lavena Purple 很容易配搭 配搭牛仔 配搭西装裤 都配搭得到 虽然它是F-size 可是我们处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 你看啊 我不会说我穿的很大件不好看 所以像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厂家它很厉害 拿捏F-size的那个尺寸 不管什么尺码的人穿在身上 都会可以看到那个曲线 你看我这样穿 他一样看到那个曲线 我为什么没有夹着夹子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简单的来穿上去 是有那个裁剪在那边 可以看到那个曲线 OK 我身上穿的是Lavena Purple 这个紫色也是全新的颜色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所以说要梦画的颜色 紫色可以带走 所以说为什么 八个色我们都拿完 是因为颜色太难取舍了 所有的颜色我们都觉得很好看啊 这个款式 它的纸不是那种很快的 它是比较柔的那种 比较柔 不是亮的 是非常柔的 对 对啦 然后也是比较大家可以 就是大众可以接受的那种粉 因为有些紫色啊 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 这种纸呢 就是比较梦幻 然后比较容易接受的那种紫色 OK 然后你不用怕说穿了 这个纸啊 你的肤色暗的话 你会显黑吗 是不会啊 这个纸是很显白的紫就对了 我去换Tenwell给你们看 Earth color 如果你们星期二带走了白色的西装裤 你搭这个紫色非常的好看 待会我们也是有一条白色的西装裤 我待会等主播 我来给你们对比一下 让你们看整体的效果 因为这个纸也是会比较少有的颜色 加上呢 就是说它的纸不是那种非常亮 就是说 亮到会觉得好像不自然的颜色 这个不会啊 所以说如果你们星期二 谁带走了白色的西装裤啊 你搭这个纸啊 这样子搭非常的好看 给那些上班穿 这样子搭非常的时尚 所以说我也很强烈推荐这个纸 一显白 二会比较少有 还有就是它这个纸是很难 就是说很难抗拒的一个颜色来的 来你要不要裸色细的话 那就是我身上画的这个10brow ok 然后我色系就用我身上的10brow 10brow 你配搭黑色的裤子一定不会错 还是待会配搭一个这个gordon band的裤子 红色系这样子配搭非常的好看 ok 我身上的是10brow 八个色的上衣啊 简单的basic款的corton tee 因为我们这样来讲满几期了 这个厂家它没有出这样子简单 简单的款式的corton tee store里面有的都没了 之前的那些就不用找了 ok 我身上这一件stv91价钱只是49 在我们之前讲的啊 很多时候你在外面有看到类似的啊 样子看去是一样 面料看去也是一样 可是上身的效果啊 你买回去你就知道我们这个面料是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这样子的上衣都是卖完的 你下次可能你多几天回来找就没了 ok 我身上这个是10brow 就你穿的那个是naby blue 我就换chuckle grey给你们看另外一个深色 可以你的larenda purple navy blue收了 pennie你的是naby blue收了 所以说显色的颜色会有四个色给你选 ok 这个款没有黑色 对它以naby blue来代替了黑色 加上它还有深青色 naby blue还有一个是chuckle grey 所以说它算是啊 有深色方面是有比较多选择哈 这个款式 所以这个款式是没有黑色的 一共半个色 三个的色 显瘦有三个选择 就是either你选择它 带走naby blue chuckle grey 或者是dark green 我现在身上画了这个chuckle grey ok 相比如果你整身穿黑啊 你这样子穿配搭chuckle grey 你就不要看起来这么沉闷 它显瘦的来 它比较轻盈的感觉 也比较时尚的那个感觉 ok 我身上的深色 你叫一下chuckle grey 然后我这个是深蓝 ok naby blue naby blue就是蓝色 所以说这个呢 它一样显瘦 可是如果说compare起来 主模6色方面比较显白之类的 ok 不一样啊 虽然都是深色 可是你的真情配插起来 效果看是不一样 ok 我身上这个chuckle grey 然后chuckle grey 应该这么说 这个面料也比较少有啊 我印象中 是另外裙子 我们之前有过很多chuckle grey 这个套装 我们是有过 可是 cotton tea 这种basic的就比较少有装 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就是很basic的 所以基本上这件freeside sml的顾客都穿得到 只要检查 你 应该这么说 只要你不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 你都穿得到 上尾是属于蝴蝶秀的裁剪 它是属于小的蝴蝶秀 你不用怕 暗屁动太大之类会走光 是不会的 ok 我身上的chuckle grey 我尽管白色给你们看 所以说你们下单 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啊 穿起来 不会有泪啊 不会不舒服 ok 再没有拉伸的话 在我身上的话 它是有这么多的空间 所以说 我们是今天说上尾到104 这么巧你的上尾是104 穿起来 不会是太贴 还是太累 不会啊 还是有一流了一点点的空间 所以说104的话 上身的效果还是有运游空间啊 不用担心太贴之类 好 所以鲜白最容易配搭的话 就主要多说啦 一定是白色了 ok 白色所以为什么每次白色很不够卖 基本上就像我们兴起的那个衬衫版 白色上衣 昨天都已经卖完了 ok 来白色 白色衬牛仔 肯定不会错 ok 白色上衣啊 如果白了如果你问会透吗 基本上我是可以接受那个透度 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是尴尬好 还是那一句话呢 穿这样浅色系的 里面内在每穿裸色系 就不会有尴尬的状况出现 ok 我身上的白白 这一件是属于pure white的那个白了 不是那种off white ok 八个是我去穿花了 ok 最显白的 就不用多说 最容易配搭的 你懒得配搭的话 你就带走白色吧 ok 最显白白色 另外一个显白的啦 又比较浪漫的颜色 有这个lavender color lavender purple 还有 比较bright的话 显白的啦 比较bright 上面比较甜一点点 这个pitch color ok 这个pitch color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颜色 它有点裸色系这样子的啊 很特别的颜色 带出了带纸 之类的 Judy Ross ok 然后深色的话 你依然可以考虑带走这个chaco gray 或者是dup green 三个深色 你要选中有 三个色 chaco gray 深色可以选 呃 可以选这三个 ok 裸色系的话 就有这个pam brown 八个色的上衣 basic款的上衣 所以价钱只是 七十 八十 四十九 就比较 所以你要搭上衣裤子 像主播这样也可以 还是说你要搭我这个牛仔 可以 休闲的都可以 短的牛仔服也可以啊 休闲上衣都可以啊 这个款式 价钱只需要四十九 四十九 很舒服 很凉爽的面料就对了 ok stb 九十一 八个色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 是多吨的